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引擎柴油皮卡 这期视频在月初上传之后 我就知道国内肯定会风靡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有人疯狂的爱头 果然不出所料 其实这台Monster Max 2我之前介绍过 只不过上次大概只是一个半成品 因为当时伪乡中的引擎还没开始工作 底盘件做的也不是很完善 所以我也在等它做完的这一刻 但看过完整的视频之后 我感觉应该是又要进入下一个等待环境了 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 首先就是底盘的问题 每个车轮上方都有三根30英寸形成的重型减震器 但是车身过高过重 防轻杆的效果微乎其微 单次减震受力过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减震直接被压塌了 所以首先就要加强一下悬挂系统 更换更粗更大的防轻杆 而且可以看到 为了缓解刹车惯性的晃动 还加了四根线维带 再来就是引擎 两个多马拉克斯柴油引擎 这次是真的都逃入实用了 综合输出马力超过1600匹 峰值扭矩超2700纽米 这得亏是两根重型轴 还有超大号的传动轴 不然就等着扁麻花吧 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大问题 传动系统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伪箱的发动机又出问题了 高负荷的工作再加上散热不是很好 行驶时间不长就开过了 所以发动机的散热也需要进行优化 最后也是最好解决 但最困难的问题 重量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高度 就必须要舍弃一些用处不大的玩意 来减轻这身重量 车内好爽 能拆的拆 能扔的扔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U型扣 这个U型扣能承受的拖拽质量 高达30万毛 差不多136吨 可这台车只有18吨 这是典型的能量过剩 弊端也很明显 就是重 把他拆掉万事大击 但这个U型扣好死不死 爱是博主的XP 所以博主还在四处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如果最后实在没办法的话 才会动他的XP 继续漫长的等待吧 当然如果你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评论区留言 我帮你们转答一下 我是急速车士 双击关注告诉我 你想看 什么车